各位好,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可憐啊 男性角色都沒有人想要整理 克勞德跟帕雷特 根本就被放置在一旁 網絡上查找AFF7 多數都是Deeva跟Alice 看來女性的角色 真的是高到一個不行 男性都被忽略得很徹底 是時候該整理一下了 今天要來講的是最終幻想星 猛男帕雷特-Wallace他的故事 那我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在本傳故事裡面 沒有做任何改變的話 後續是會提到他的過往的 當然現在終局詮釋 讓我們覺得曖昧不明 會不會有改變 我們根本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有想看 巴雷特的過往的話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影片就開始囉 首先先介紹他的基礎資訊 巴雷特-我要來試 其實最終幻想星期的名字 都是有典故的 各位可以查一下 那巴雷特的名字 前段的名稱是Barritt 跟子彈的Bullet 的發音是有點像的 發言出他的慣用武器 是跟子彈有相關的 還有他的脾氣 就跟子彈一樣 一觸擊爆的類型 後段的Wallace 由來是一部電影 名叫做 《梅爾吉伯遜之英雄本社》 中國叫做勇敢的心 香港則是 《金氏未了路》 這是95年的電影 那電影的內容是 英格蘭的民族英雄 威廉華勒斯的真實事蹟做改編 主要是在闡述威廉華勒斯帶領自己 故鄉英格蘭裡的村民組成 奇異軍 同時也徵召了其他士兵加入 主要是反抗當時的英格蘭國王 長腿愛德華 因為國王併吞掉了 威廉的故鄉蘇格蘭 並長期在他的殘酷統治之下 才組成了奇異軍 電影的情節大綱 就是在講反抗這件事 內容也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也不再多做贅述 有機會大家可以看看電影 這部當時也是很有名的 因為被賦予最佳影片 最佳導演 最佳攝影 最佳化妝 最佳音效剪輯 五項提名大獎都有 在1995年可以說是相當厲害的電影 以上就是最終幻想期 《芭蕾特華勒斯》名字的由來 也反映出芭蕾特 加入雪崩內心既有的想法 當然還有其他角色的名稱 各位想知道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先聊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談到這次的影片主角之前 那我們先聊到有關於基地的組成 其實第七天堂的基地組成 在前作的核心維基的支線 會有關於這次雪崩反抗的所在地 第七天堂的取名由來 如果你心思比較細的話 就會有印象 有次賈予斯解套一個支線 那位男性友人想要開一間酒吧 但是他想不到名字 請賈予斯幫忙想 主要是希望可以讓人一看到 然後又吸引人的好店名 雜雜斯很快就想到囉 他覺得在第七區 然後又是讓人休息的居所 那就叫第七天堂吧 後面的對話也有顯示 第七天堂邀請奶層大哥 美腿的服務生 看來 會吸引這個老賊 馬上就先讓大家知道 你內心的想法 怎麼會跟我一樣呢? 後來 在酒吧底下還必須存在 不為人知的秘密房間 藏著反神羅組織的根據地 這就是第七天堂在前作 核心圍巾已經做好的軍警設定 也就是我們現在 第七天堂的 酒吧 還有暴魯美腿的 地法跟反神羅組織 雪崩 而這個分組織的領頭 就是主角巴雷特 那他為什麼要加入雪崩呢? 動機要從他的故鄉說起 巴雷特主要是住在北可利爾 主要以煤礦為生的一個小鎮 村莊又窮又髒 但是比起其他的地方 卻非常的和平和祥和 有天神羅公司的斯卡雷特 帶著自家的士兵 到了北可利爾的村莊 說明他們要在這裡蓋上魔化爐 這一天巴雷特跟村內的村民 村長第一次聽到魔化爐 竟然可以生產電能 而且 實用簡單 效率上都比煤礦還要高 可以稱作這世代的潮流 是因為他們在村長的房間 裡面做建設的討論以及投票 但是 唯一一個反對的人 就是戴爾 他說我堅決反對 想把煤礦廢掉 門都沒有 這個煤礦是我們祖先拚命建設 並守護的 我們這一代竟然隨便就要丟掉 對祖宗根本就不尊敬 巴雷特勸他 可是 戴爾 這年頭根本沒有人想要用煤礦 我們不能違背時代的潮流 哇,史卡雷特也跟著幫勸說 沒錯,現在魔化已經是這個世代的最新產物了 別擔心 魔化爐完工之後 我們神羅共識會保障你們的安全 巴雷特又在裡面說 戴恩 我不想讓我的老婆莫娜跟著我過苦日子 但是戴恩還是不同意要把煤礦放棄 村長還是勸退他 跟他說 你還是接受這個時代吧 結果建造之後 大家都以為生活可以變得如此的美好 結果事實卻不是如此 有天巴雷特跟戴爾一起出去 村莊外回來的時候發現 村莊都被燒毀了 裡面所有的人都無一姓名 巴雷特當時在火海之中 尋找他的妻子 莫娜 沒找到 只有找到 戴恩的女兒 馬琳 後來就把她帶走 這就是為什麼 巴雷特會有這個養女 馬琳的由來也是這個原由 那麼 戴恩去哪裡呢 有跟巴雷特一起找人嗎 回村莊救援之前 戴恩跟巴雷特原本是要一起回去了 但是卻中途遇到 神羅的追兵 史卡雷特也在其中 當時神羅朝巴雷特跟戴恩 兩人一起開箱 戴恩看到後面有追兵 就順勢去幫巴雷特抵擋 結果就這樣疊了下來 但是巴雷特有拉到戴恩的手 不過可怕的是 神羅還是在射擊 擊到擊中了巴雷特的右手 跟戴恩的左手 戴恩也就這樣掉了下去 而兩人手就這樣也都廢了 事後巴雷特裝了一隻 但是因為這整件事情的自責 跟憎恨神羅的憤怒 導致他根本無法靜下心來 決定要對神羅復仇 所以在右手裝上一支槍 他說這是我要用來對神羅復仇 新的右手 巴雷特對此非常生氣 所以才加入反神羅組織雪崩 順便解說一下 雪崩並不是巴雷特創立的 這點其實我們在重製版的時候 會看到相關的劇情 我們只是分會 並不是我們所創立的 但是後來巴雷特會接管 這已經是在很後面的故事了 回到手上安裝槍枝 手術的同時 巴雷特打聽到 竟然有人跟他做同一個 安裝槍枝的手術 但是那個人裝的是左手 那時才明白 原來戴恩還活著 而且跟我一樣裝上了武器 後來巴雷特找上了戴恩 一番真實之後戴恩認為自己的妻子還有女兒瑪琳 就這樣死了 他真的很難過 很不甘心 但是巴雷特跟他說 我當時有找到你的女兒 他就在米德加爾 跟我一起回去看他 好嗎? 但是戴恩覺得 村子受難的當時 我失去的 不只是一隻手 我失去的是全世界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自己手上已經沾滿的鮮血 太髒了 已經沒辦法再擁抱瑪琳 後來就給巴雷特一條 他妻子遺留的項鍊 叫他交給了瑪琳 就這樣跳下去了 巴雷特很震驚的說 戴恩,我跟你是一樣的 我的手也是很髒的 所以這就是巴雷特的過往 這也特別的辛酸血淚 當然有關於魔幻武器的爆炸 在世界裡面沒有特別的細說 到底為什麼爆炸 但是建造魔幻爐 是村莊大家一起決定的 也不是巴雷特一個人的錯 大家都說要蓋魔幻爐 只是巴雷特太有責任感 讓他覺得自己本身做錯的事情 當時應該要阻止的 所以充滿了很深的愧疚 對戴恩還有全村的人都是 那最終換獎金整部遊戲結束之後 巴雷特會把瑪琳 托付給蒂法照顧 自己會再去尋找能夠取代魔幻的能源 那巴雷特本來就是期待才出現的角色 所以資訊上並不會很多 你要在網路上查找的話 也是有一點不容易 因為資訊真的太少了 OK,到影片尾聲囉 不過針對巴雷特在隱藏劇情裡面的對話 有提到收集情報的 安爾跟愛畫畫的芬恩 我查找了很多資料都沒有相關的人物 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話 歡迎可以在下方留言 但是其實在隱藏劇情的對話裡面 反映出巴雷特對雪崩的感情 真的是很深厚 讓我感受到為了夥伴 也是值得豁出去的一個朋友 那他在FF7的遊戲對話裡面 多數都是希望自己跟夥伴可以拯救星球 當然針對大家各自不同 跟隨克勞德也是有不同的辛酸歷史 都是想要可以對神羅復仇 當然也有一部分是為了Sephyros 那今天的巴雷特人設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或是你有想看誰的故事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排出時間 做出更多的劇情影片 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只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不要忘了點讚、分享 再訂閱一下我的頻道囉 我是SKY,我們下次再見啦! Check the video on! 度下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